大家好 我是Panerbun的紅毛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5年第十七個星期 今個星期終於有些新遊戲可以說一下 不過跟往常一樣 其實很多都是我已經等它減價等了很久 第一隻要說是Cigarette 之前都做過50%了 不過今個星期終於忍不住就買了 Cigarette這個字我查過是代表金字塔形神廟 為什麼要去這個金字塔形神廟呢? 在這遊戲裡面就做一個魔法學徒 每十年一到大家這些學生仔 最守一堂就不是開開心地去旅行 是要進去Cigarette的神廟 證明自己的能力 不成功變成人 因為如果你失敗的話 基本上你的靈魂就獻給惡魔之類 其實遊戲的故事背景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玩法 因為這遊戲大部分時間你都在戰鬥中 是一隻第一新的Roguelite的FPS Roguelite的元素就是來自它隨機跌的物品 以及地圖都是隨機生成的 所以你每次進去地圖都有點不同 而在FPS方面 就跟我們常常見到的軍事型 打槍的FPS不同 這遊戲是做哈利波特的 基本上拿著一隻法杖 就去射敵人 而且跟很多現在慢慢走擊敵人的FPS不同 它是比較接近Doom、Quick的年代 一些速度很高的第一身射擊 所以你也看到我在影片裡 基本上是風馳電濟的 左閃右臂去一邊閃避敵人的攻擊 一邊去對付敵人 由於這遊戲自己都說 他們想著重的地方是你的技術方面 所以就不是說有很多不同的物品 要花很多時間去管理 或者要看哪一種武器好 很多時候選擇掉出來的東西 都會改變你的戰鬥模式 遊戲的系統其實都很簡單 你可以帶四種武器或法術 各自有自己的魔法值 右邊看到不同顏色就是 你打敵人的話 基本上掉出來的東西 不是經驗值 就是這幾種不同顏色的魔法值 去添補你的子彈 雖然有經驗值 有升級 但升級的時候都很簡單 每一次都是二選一 有兩個可能性 不會有很多要加 慢慢讓你想想 加力量 加速度 加攻擊力之類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問你要不要多些血 然後提升攻擊力 或者加多些速度 換另一種東西 所以整個遊戲都很集中 你真的下手下腳 戰鬥那一部分 由於重點擺得這麼重 在戰鬥方面 所以敵人的設計就很重要 暫時我不覺得敵人變化幾乎很多 但就算不錯 有不同的樣子 有不同的戰鬥模式 遠程 近戰 不同的速度 有些是天飛 有些是地上走 有些是地上走 有些甚至不太動的 都有 加上每一關最後要打一隻BOSS 我暫時遇過兩隻 但戰鬥的方法都很不一樣 加上我還沒整齊四種法術 如果有齊四種 應該要選擇 再有新的東西 就要選擇不要哪一樣 最多只有大約四種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想來看故事 這遊戲就不用考慮了 但如果你說玩FPS 但有點厭倦 好像BORDERLANDS 經常打一會 又要停下來 看看哪支槍 是否升級 那些東西 厭倦了那種生活 回歸回最初FPS的起點 這遊戲也不錯 要玩久一點 這遊戲是否真的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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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是否真的很多變化 第二次要講的遊戲是Blood Sport TV 怎麼解釋好呢 你可以當它類似League of Legends 那些推塔的遊戲 但基本上你沒有塔可以推 而且你的對手只是電腦 不是PVP 不是對玩家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買了它 雖然我都可以 Leg of Legends Dota 那種遊戲玩法 但實在 我不想面對 五個敵人之餘 還要面對四個其他不同的玩家 你有機會吵架的情況 那種這麼大壓力的遊戲 我就不想去處理 所以這遊戲 一起合力打電腦 應該比較少爭辯 這遊戲的故事背景 是來自他們同一家公司 以前有一個遊戲 叫做Crater 但那遊戲就不太能賣 但故事背景 也是在那裡發生的 又是那些 世界大戰過後的 瑞典 應該是一家瑞典的公司 這遊戲的背景也挺有趣的 就是 你們有幾個英雄角色 然後 你們的敵人 就是在附近的村落 找回來的村民 那為什麼他們要來打你呢 因為就是 如果他不能成功打死你們這些英雄 然後阻止一個飛彈發射 那個飛彈就會射去他們的村落 也挺殘忍的 這個背景 但是呢 你不用想太多 這方面 其實 簡單來說 你們一隊最多五個玩家 就合力去對付這些一波一波來的敵人 那有很多個 我想有六七個不同的難度等級 也都可以教 四個wave 七個wave 還是十個wave 那麼多 如果四個wave 就打一個boss 七個wave 就打兩個 十個wave 三個 那不是bosswave 那邊 就有點像你玩 Leg of Legend 的時候 對付那些minion 那些小怪的一批一批 這樣來的 雖然那些怪 會比你 在Leg of Legend的小怪 勁少少的 但是打到boss的時候 就不同些 他的技能比較多 有少少像 玩 Action RPG 或者 甚至是MMORPG 要避一下範圍技 之類的 這遊戲的角色 當然沒有Leg of Legend 有百多個 只有八個 分成四個class 其實有Tank 有肉盾型的角色 有攻擊型的DPS 有補血型 還有補師 還有一個就是 負責控場 做一些stun 做一些slow 效果的角色 的確在這方面 不算有太多的選擇 我都覺得 這個會是 影響他內玩度的大問題 但是跟之前說過很多次了 有任何這些 遊戲 每個角色有不同的能力 我都會很喜歡去試魂 嘗試每個都 玩到有一定的效率 不一定玩得很厲害的 但是每個都會玩 這樣 其實這遊戲 起碼有六七個地圖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人開遊戲 不知道不知道有這麼多地圖 還是懶得選擇 就常常用來用去 Default的地圖 其他地圖 我各自很多都沒有玩過 有些是玩過一兩次 除了角色地圖 我也希望他將來會加多些 不同的敵人 尤其是BOSS的種類 暫時我見過三隻不同的BOSS 打法大部分都是 避開範圍技 去出大招的時候 走開不要黏在他身上 作為玩過MMORPG的玩家 應該不算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都進入一些 較為高難度設定的遊戲 的確是如果你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被BOSS的大招打死 所以如果想找多些挑戰的話 可能就要進入一些高難度的房 而這些角色方面 暫時我幾個class 我都試過 每個角色都試過 我覺得坦 補血 和控場 那三個類別 都能做到他們的事情 但是DPS 主攻的角色 由於兩隻都是近戰 近戰又要被範圍技 加上你只要打單體 人家很多其他角色都有範圍技 我就不知道他們的定位在哪 我就看回數值 很多時候他們做的攻擊 又不是說 最後傷害的數值 又不是特別高 可能當你玩到更加高的難度的時候 有些多血的敵人需要這類型的角色 去專注解決它 但是當你玩低難度的時候 就好像不太有用了 而最霸道的就是控場的角色 有些打暈人的技能 連BOSS都能打暈 所以我就覺得 顯得格外有用 無論如何 不算是一隻非常龐大 非常精巧或者太有深度的遊戲 我覺得 不過買的時候 都是看它便宜才會買 正價就不會考慮 而且也是買來填補 當我想玩Mobile遊戲 又不想進去被人罵的時候 就可以開來玩一下這隻遊戲 我禮拜要講的第三隻新遊戲 就是Crip of the Necrodancer 這隻遊戲 我EARLY ACCESS都好一段時間 也留意了很久 之前其實減價減得多過今次 都有出現過 但那時候還在EARLY ACCESS 沒有買到 今次雖然減價 沒有減得太盡 但是離開了EARLY ACCESS 正式推出了 向朋友表示過有興趣這隻遊戲 他竟然送給我 所以在這裡說一聲多謝 這隻遊戲看起來 可能有點像一隻 好像ZELDA 一隻2D的動作遊戲 但其實基本上是一隻捷拍遊戲 同樣的故事也不是很重要 我也沒有看清楚 開場畫面 說你又是一個不知道什麼 門徒之類 然後被人質疑你的能力 然後你出去冒險 結果一個不可以就跌死了 但跌死了又死不去 但你的心跳就不知怎樣 很奇怪的情況下 連著一隻和一隻魔鬼 連上了 然後你的心跳就跟著節拍 在那裡 跑跑跑跑跑跑的 所以在這遊戲裡面 你做什麼都要跟著節拍去做 如果跟不上的話 就會沒有那個效果 你想走的時候 但如果你不跟著節拍 你就走不動了 這遊戲裡面 也是一隻Rogue Light 也是地圖隨機生成 每一次進去會有不同的 敵人會有不同的分佈 你遇到一些物品 也會掉不同的東西出來 那你就在這些地下城 跳來跳去 找出口去下一關 沿途當然有敵人阻礙你 你跟他一起跳舞 左跳右跳 看準時機撞在那裡 就會攻擊到他 但是你要留意敵人 在哪一個拍子 可能他這一拍會動 下一拍就會攻擊 如果你在攻擊那一格 又跳到那裡 你就會受傷 所以你要一邊跟著節拍去移動 一邊要留意敵人的狀態 或者敵人的位置 然後就去跟回 在適當的時候 攻擊他 最主要做的事 除了敵人之外 有時也會有些陷阱 去使你受傷 或者逼你向某個方向走 或者改變那個音樂的節拍 令你一時間操守不及 這樣的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玩起來也不太容易 第一 當我要打敵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顧著打 之後就亂了節拍 之後就會跳不動 走不開 或者有時候面對比較強的敵人 他們的攻擊模式 你要小心在哪個時候 才安全 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被人打死 因為補血的方法也不太多 跟其他Rogelite一樣 你一死了就由頭來過 所以我玩了很久 都是在頭三板 看到BOSS 然後到BOSS那裡 完全不知道他有什麼能力的情況下 就被他打死了 玩下去令我有點想起 以前玩Spunky的時候 起初對怪物的特性很不熟悉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怎樣就死了 所以這隻遊戲我想都是 一方面又要顧著他節拍 一方面又要對付敵人 玩下去 慢慢掌握到敵人的特性的時候 你不用再花那麼多時間去想怎樣對付他 就應該會玩得好一點 這隻遊戲每一關的節拍 其實會隨著不同的音樂去變有變化 你也可以加自己的任何音樂下去 我還沒試過 但我朋友試過 有些慢的歌曲反而會很難 因為節拍不太明顯 比較難捉摸 我還沒試過放一些很快的歌 看看會不會按到手指軟 我之前一直用鍵盤玩 玩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手指都覺得很累了 但這隻遊戲都支援這個手掣 我想我也會嘗試用手掣玩 看看會不會舒服一點點 而且這隻遊戲一直玩下去 以我所知就有不同的角色可以使用 他們不同的角色其實也有不同的特性 不過我就還沒去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首先玩好基本的東西先 因為除了敵人的不同的特性之外 有時候會撿到很多不同的裝備 一些物品 一些法術去幫助你 但那些也不是說有很詳盡的解釋 所以那些裝備的東西 可能也要玩多些才知道它有什麼功用 不過怎樣也好 這隻遊戲第一個大賣點 其實也有一個特別的玩法 所以這方面也頗受好評 這次分享完結之前 又剪輯一些TF2的片段 今個星期繼續在一些輕鬆的伺服器上 去練習一下 有時候見兩隊的能力太懸殊 就可以再去玩東西 甚至還要玩Market Gardener 那把Soldier的近戰武器 要你Rocket Jump跌下來的時候 去打中人就會CREEP 我幾經辛苦才拿到一個Q 但好像也不是CREEP 所以可能不知道 都不算我是Rocket Jump跌下來的時候 打中人 可能那時候我已經落地才能打到它 不過要用得這把東西成功 首先你要很純熟的Rocket Jump技術 還有AIR STRAFING在天上 轉彎的技巧 實在不是那麼容易 其餘的片段沒什麼特別的主題 玩不同class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比較精彩的畫面 就剪輯給大家看看 最後在這裡說說 由於上星期大部分時間都在病 所以就不可以錄到影片 接下來這星期 F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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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片 應該會受到影響 看看我手上有什麼可以放出來 麻不變之處 敬請原諒 我是Panabin的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這則封像站位 3 3 2 1 Rép Vector I broke your stupid crap moron I will kommer所以 ivector I can kill me I want another size I can kill me I want another siz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